多位专家呼吁,停止使用两种粗粮或比烟酒还伤害甲状腺别大意。 医学调查数据令人震惊地揭示了甲状腺节节在中国地区的并发率逐年上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20%。 这一数据进一步描绘出一种性别特征,即女性患者的数量明显多于男性,女性是男性的2到3倍。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对甲状腺节节产生了恐慌情绪,甚至有些人对此谈节节色变。 然而,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这一现象。 甲状腺节节指的是人体内甲状腺部位产生的肿块。 小疙瘩虽然从外表看来,脖子有些浮肿,与肿瘤十分相似,但甲状腺节节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癌症。 临床数据显示,甲状腺节节恶性概率只有5%到15%,而剩下的85%到95%都是良性的,所以不必过度恐慌。 应该以科学和理性的态度看待甲状腺节节,了解其发病规律和防治方法,避免过度恐慌,同时也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 定期进行体检和检查,及时发现和治疗甲状腺节节。 甲状腺若出现问题,身体会有6种明显反应。 站一样也别硬抗。 情绪变化,甲状腺疾病可能会影响大脑功能,导致情绪波动,甚至出现抑郁情绪。 皮肤及毛发异常。 如皮肤变得干燥,毛发变得稀疏且脆弱。 这可能与甲状腺疾病有关。 月经紊乱,女性的月经可能会受甲状腺的影响。 排便习惯改变,例如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 睡眠出现异常,例如失眠或睡眠时间过长或失睡的情况。 心悸,心慌安,例如出现毫无原因的心悸,心慌感。 这可能是由于甲状腺所引起。 甲状腺有问题或与这三个坏习惯有关。 点摄入不合理。 点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重要元素。 但摄入过多或过少的点都可能对甲状腺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根据自身身体情况控制点元素的摄入量至关重要。 经常生气。 中医认为,生气乃百病之源。 经常生气,尤其是生闷气,更容易导致肝气愈结。 导致体内堵塞,无法正常排泄,影响身体内环境。 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诱发肝病,不良的饮食习惯。 长期过度摄入海带。 大虾等海鲜食物可能会导致点元素超标。 从而可能造成甲状腺节节问题的出现。 此外,暴饮暴食或喜欢吃辛拉刺激食物也可能会给甲状腺器官造成很大的刺激。 从而诱发节节问题的出现。 多位专家呼吁,停止食用两种粗粮或比烟酒还伤害甲状腺别大意。 变质的玉米。 玉米作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常见的粗粮食物。 它富含了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 能够有效地提高我们的代谢水平。 促进体内毒素的排出,因此在减肥瘦身。 将血糖等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功效。 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生活中不注意细节。 有些玉米可能会出现不合理的情况,比如变质腐烂。 这种变质的玉米可能会产生黄区酶毒素。 这是一种极强的致癌物质。 它不仅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 还会对甲状腺造成极大的损害。 导致甲状腺癌病的风险增加,发霉变质的红薯。 红薯是我们常吃的食物,一旦发霉或变质, 这样斑就不要吃了,会含有大量致癌物。 当这些食物进入体内会破坏身体免疫力, 从而让甲状腺细胞发生癌变。 红薯是一种低热量、高纤维的粗粮, 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 有助于提高人体免疫力, 然而当红薯发霉或变质时, 其营养成分和抗氧化物质会迅速减少。 而细菌、美菌和毒素则会大量滋生。 这些有害物质进入人体后, 会破坏甲状腺细胞的正常功能, 导致甲状腺疾病的发生。 此外,这些物质还会损害人体的免疫系统, 使人体更容易感染疾病。 甲状腺癌是否一定需要手术? 甲状腺癌是否一定需要手术, 取决于多种因素。 首先,甲状腺癌的病理类型是决定是否需要手术的重要因素。 对于甲状腺乳头状癌和卢泡状癌, 手术治疗是常用的治疗方法。 而对于甲状腺绥养癌和未分化癌, 手术治疗可能不是最佳选择。 其次,甲状腺癌的分期也是决定是否需要手术的关键因素。 如果甲状腺癌已经扩散到淋巴结或远处器官, 手术治疗可能无法完全清除癌组织, 因此不一定需要手术。 此外,患者的年龄, 身体状况, 手术经济症等因素也需要考虑。 如果患者的年龄较大或身体状况较差, 手术治疗可能不是最佳选择。 可以选择其他治疗方法如放射治疗, 药物治疗等。 最后,手术治疗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并发症和后遗症, 如喉反神经损伤, 甲状腺癌功能减退等。 因此需要在权衡利弊后做出决策。 甲状腺不好, 吃什么食物好? 六类食物一多吃, 可惜很多人不知道。 鱼肉 鱼肉是瘦肉型, 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微量元素。 包括点, 点是合成甲状腺激素的重要元素之一。 可以帮助维持甲状腺的健康功能。 核桃 核桃富含抗氧化剂, 如维生素E、多酚等。 这些化合物可以帮助清除自由基, 减轻细胞氧化硬基, 有助于保护甲状腺免受氧化损伤。 碧根果 碧根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 这种维生素有助于保护神经系统。 维持甲状腺的正常功能。 芹菜 芹菜可以帮助调节人体的免疫系统, 使免疫系统能够更好地应对甲状腺功能障碍带来的挑战。 菠菜 菠菜是一种富含营养的蔬菜。 它包含许多对人体有益的成分, 包括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 其中, 菠菜中的一些特殊成分可以有助于保护甲状腺。 苹果 苹果中的多酚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 可以防止自由基对甲状腺细胞的损害。 阅读延伸甲状腺结结会癌变吗? 甲状腺结结可能会癌变。 甲状腺结结是一种常见的甲状腺疾病。 其中一些类型的结结, 如多发性甲状腺结结结性甲状腺种, 甲状腺瘤等可能会发生癌变。 一、多发性甲状腺结结。 如果体积较大, 边缘不清, 与周围组织有粘连。 考虑为恶性结结, 这种情况就有癌变的可能。 需要通过穿刺活剑来明确。 二、结结性甲状腺种。 有体内点的缺乏导致甲状腺激素不足引起, 大多无明显症状。 若反复增生, 复发可以导致癌变, 但癌变率小。 三、甲状腺瘤, 源于甲状腺卤泡细胞的良性肿瘤, 可以并发肿瘤内出血, 压迫周围组织。 甲状腺功能抗禁等, 有恶变成甲状腺癌的可能。 另外, 食性结结要比囊性结结恶变的几率要高。 结结发展越快, 变化越快, 恶变可能性就越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